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涨停满 有没有股票能够买在平盘的附近 然后拉到涨停满锁起来 我能告诉各位有这样的股票 我能在今天就去带会员买进了一档这样子的股票 而且我跟各位说 这一档股票只要你看到名字 只要你知道它会涨 我相信你一定敢买 我相信在今天你绝对能够赚到这一根涨停满 那么在继续介绍股票之前 我们先来看这个大盘 大盘开盘的时候是稍微的开低 然后出现压回 那么就在这个盘 它要刷到最低点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王良在开盘所买的股票不是跟着这个盘 刷下去喔 反而是往上拉 而且大盘几乎要刷到最低点的时候 它拉到涨停满锁起来 是哪一档股票 它有什么样的题材 在待会的节目当中 王良会公开 王良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而且我希望各位呢 在今天无论如何 要能够很仔细的把王良的节目从头看到尾 我相信到最后 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波 王良能够带会员在16块1下去买红辉 能够带会员在15块7下去买洋智 能够带会员在189块去买中玉 我跟各位说 因为王良平时呢 就了解了这些股票的基本面 可是光是了解基本面 我觉得还不够 你还必须要能够去掌握住呢 它股价的转折 它股价要发动的时机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过 现在这个盘虽然是在1万点 如果现在只有200张股票 我跟你说 这样这个盘不够的钱 为什么 因为大盘在1万点 而且只有200支股票的话 表示呢 所有的股票都在高档 可是现在这个盘 它虽然在1万点 可是台湾的股票市场 现在呢 有1600支股票 对不对 跟以前不一样哦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每一支股票 它的产业不一样 它的位阶不一样 它的筹码面 它的技术面 通通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即使大盘是在1万点 我们仍然可以去找到呢 会涨的 会标的 能够赚钱的股票 但是股票真的是太多了 我们要怎么去找呢 我跟各位说 我呢 拥有这个machine 我的machine呢 是运用人工智慧的高效率运算模拟能力 可以盘中及时选股 而且速度快速闪电 关键价位 它是一触即发 今天各位想想看 1600支股票 你怎么去判断哪一支股票它会涨 你要去判断哪一支股票它有题材 它有营收 我跟各位说 那些数字 你通通呢 都找得到 对不对 但问题是 什么时候要发动 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比如说 王良曾经带会员去买棕浴 王良在哪里买 王良在189块下去买 王良在192块还带会员去做加码 你再看这地方 这是王良在买棕浴的时候 第一次买进呢 在7月4号 第二次买进呢 在7月21号 今天在整理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对我来说 它的涨涨叠叠不是那么重要 对不对 可是当它快要发动的时候 你不但要下去买 还要能够呢 再多买一点 那为什么当讯号出现的时候 王良会第一时间下去买 我告诉各位 其实 这跟你平常所做的功课有关 如果你平常呢 就在研究这些股票的基本面 我跟大家说 研究基本面 不是在研究说 明天哪一支会涨停满 不是这样 因为就算它有故事 就算它有题材 它也未必呢 马上发酵 对不对 可是当你了解这些公司之后 我跟大家讲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 你二话不说 你就会下去买的 为什么 因为你晓得 当它开始涨了 它是为什么会涨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针对中育 王良告诉过各位 中育是生计股的市值的第一名 而且现在交易所编制生计医疗指数 就是在今天7月31号上路 如果在7月31号上路 我请问各位 当王良得到消息 7月4号下去买股票 当王良得到消息 接下来7月21号下去买股票 到今天能不能够赚钱 那么 为什么交易所要编制生计医疗指数 因为它希望能够炒热台湾的生计产业 对不对 所以这会催生台湾的第一支生计股的ETF 如果将来出现了生计股的ETF 我请问各位 这些券商哪一支股票买最多 是不是占生计医疗指数全值第一名的中育 如果是 那就对了 而且中育的艾滋新药还获得美国的FDA优先惩查上市 而且它是国内的第一支蛋白质新药能够进军国际 而且不仅欧美地区 它的艾滋病新药呢 即将是要全球销售 也就是说很快的 你会看到它的营收 你会看到它的获利 但是最关键的是 你要能够知道它为什么会涨 对不对 你要能够知道它在哪一个地方要发动 它的涨势在哪一个地方要形成 我请问各位 王良知不知道 门讯知不知道 王良为什么能够在7月4号带会员下去买 为什么能够在7月21号带会员去做加码 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我在7月4号先买了10张 我在7月21号再买个10张 我第一次买189 第二次买192 当股票涨了30块钱 你就算是买20张喔 我跟大家说能够赚多少钱 买了20张 这一个月就能够赚到60万 没有什么比做股票呢 还能够赚得更快 还能够赚得更多的 对不对 而当你们看到终于涨上去了 过去的这一个月 难道大盘指数有来到10600点吗 有来到11000点吗 我告诉各位 并没有 对不对 大盘呢 在那里晃 大盘呢 在那里整理 可是现在股票1600支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所有的股票 其实它们跟大盘指数的相关性呢 是在降低的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喔 指数虽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可是王良的终于呢 创下了波乱新高 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对不对 而且它是这一波 不折不扣的超级强势股 王良是不是真的带会员 去买到超级强势股 王良告诉过各位 我现在所推出的 就是超级强势股的操作专案 王良希望能够带会员 专买起涨第一根的超级强势股 这是没有一个投顾老师 他们愿意去做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追高比较容易 因为股票涨上去了 题材会比较多 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各位 能不能够赚到钱 最关键的因素 是你看你买在哪里 不是看它的营收 不是看它的获利 不是看它现在有多强 你买在哪里 这才是关键 如果我们能够去买在189 如果王良能够带会员 买在192 我请问各位 我们能力来让会员赚钱 这一波拉上去 买个20张 就能够赚到60万了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的是终于 我知道 大家最好奇的 大家最想知道的 其实并不是 王良会员手上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大家最想知道的是 到底 接下来还有没有钱可以赚 这个盘来到一万点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呢 现在对这个行情 这么的冷漠 我跟他说 你们越冷漠 王良越拼命 你们越冷漠 王良越积极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如果现在算了 又不敢买股票 这个拨 根本就不会死 对不对 所以王良会一直买 一直买 买到呢 这个市场热起来 买到呢 这个行情创新高 买到大家受不了为止 而在这之前 我跟各位说 这就是做股票 最好赚 赚最多 也能够赚得最快的一段 只是大部分的人 不知道 现在呢 应该要参与 对不对 只是大部分的人呢 还活在 过去的恐惧当中 还活在 过去一万年的走势 我跟你说 现在跟过去 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你们刚刚看到 终于呢 创了波段的新高 王良这一波 带会员 在底部大买 买在起涨的第一根 让会员大赚 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讲 今天 我一样 没有让会员失望 王良开盘的时候 带会员买什么 今天这个盘 开盘 它不是涨的哦 开盘 还是先杀了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王良不在乎 王良今天开盘的时候 带会员 去买进了一档股票 而且这档股票 你们只要看到名字 你就敢买 你们只要知道呢 它的题材 你就敢追 那我相信 当王良在call会员 买股票的时候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如果你得到讯息 你绝对也能够去买到 对不对 那个时候股票呢 才涨2% 才涨3% 可是不用等很久 完完全全不用等 接下来呢 股票在9点半的时候 立刻拉到涨停满 锁起来 王良买的到底是哪一支股票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22号那位先生 这位人力资源访查 人力要拜访吗 我有说到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22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访查 是有原因的 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讨讨 向你的支持 现在大盘在一万点 股票呢 有1600多支 我请问各位 你要找一个 什么样的股票老师 他才能够帮你赚钱 他才能够带你们赚钱 我娘告诉各位 你们可以跟着我做 为什么你们可以跟着我做 因为呢 我娘有Machine 我娘Machine是我自己发明的 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娘的Machine呢 是运用人工智慧的高效率 运算模拟能力 可以盘中即时选股 而且速度快速闪电 关键的价位 它是一触即发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你们曾经看到 我娘在7月4号代会员 买中域 买在189 我娘在7月21号代会员 买中域买在192 这一波中域涨到了229块钱 创下波段新高 对不对 而就算你看到中域涨上去 我娘所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你不要急 请你来跟着我做 因为呢 我娘现在推出的 是超级强势股操作专案 会带你们 专买起掌第一根的超级强势股 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就因为这个盘 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它明明呢 明明是跌的 对不对 大盘在今天 开盘的时候呢 不但跌 还往下刹 但我娘刚刚告诉你们说 我今天开盘所买的股票 你如果看到股票的名字 你绝对赶败 你如果知道这支股票的贴 你绝对赶败 大盘是不是刹下去 对不对 我娘今天代会买的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我在今天开盘 9点09分 通知会员买进的股票 是代号2388的威胜 我娘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带会员买的是2388的威胜 请大家看下去 2388的威胜 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通知会员下去买 是不是在9点半的时候 就涨停板锁起来 所以后面不管大盘怎么震荡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哦 为什么 因为我娘的会员 已经是在今天 能够赚最多钱的人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你没有做到综艺 没关系 你没有做到红杰科 没关系 你没有做到之前的红辉 洋智 没关系 只要你相信我 只要你来跟着我做 我娘今天在开盘 是不是代会员买进威胜 而且是在9点09分 10点45元的时候下去买 而且买完了之后呢 9点半 9点半的时候 我告诉你这个盘 他还刚刚杀到今天的最低点而已 对不对 这个盘在杀的时候 谁能够去想象到 全市场唯一在拉的 是王文良的股票 是王文良会员手上的威胜 那如果你也想赚到 我跟各位说 你们务必要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市场 只有我娘一个人知道 要怎么样运用人工智慧 要怎么样去运用股票的题材 要怎么去掌握住股票的买点 你们再看下去 在今天 在今天的9点09分 王良通知会员10点45买进 买进2388的威胜 一买完股票拉到涨停满 那这个威胜 今天是不是起涨第一根的超级强势股 这一波的终于大涨 它是超级强势股 对不对 那在今天呢 威胜是不是超级强势股 是不是起涨的第一根 我跟大家说 请你们看下去哦 今天的威胜 我告诉你 王良待会买在这里 而且买完之后 股票拉到涨停满锁起来 这是不是起涨的第一根的超级强势股 我相信全场除了王良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办得到 那当你今天看到威胜涨停满 我要跟各位说 不是门讯出讯号而已 我们还要必须能够知道 股票它为什么会涨 对不对 王良所掌握到的 就是别人所没有掌握到的 就是别人呢 所不会去注意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 今天讲到威胜 你会联想到什么 也许在很早以前 是主机版的晶片 对不对 可在最近呢 你还能够去联想到什么 也许联想到呢 这一个车用电子 也许联想到呢 这一个USB3.1 对不对 也许联想到Type-C 我跟你讲 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哦 威胜它默默的 它备用呢 在开发着 一个相当庞大的商机 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呢 市场所不了解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现在告诉各位 各位要知道 现在人工智慧的浪潮 已经开始席卷全球 这会是未来科技业的发展趋势 但是就算我们知道 人工智慧的浪潮 我们要如何去掌握住 这个商机 威胜呢 它现在是坐有 上百个人工智慧的 研发专利技术 这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对不对 而当它有了上百个 人工智慧的 研发专利技术之后 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讲哦 威胜它成立了什么 它领先业界呢 成立了 欧纳密 人工智慧的一个开放平台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好像说 过去一段时间 每个人呢 从一般的手机 转换成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这些手机里面呢 有很多的APP 对不对 那苹果呢 或者是Android呢 他们也开放一个平台 让大家去写APP 对不对 可是真正能够赚到最多钱的是谁 我跟你讲 不是Google 就是苹果 有什么 因为你都在它那里做 你都在它那里写哦 那现在同样的哦 现在人工智慧已经开始呢 发展了 那当人工智慧开始发展的时候 你要在哪一个平台 去开发你人工智慧的产品 这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那威胜呢 它就是提供了一个什么 提供了这一个平台 提供了Orami 这一个人工智慧的开放平台 那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为它有上百个人工智慧的研发专利技术 所以当你今天看到股票在涨 我跟各位说 这都是有原因的哦 这背后呢 都是有基本面的支撑 甚至于呢 有题材的支撑 而且这些支撑呢 都具有相当高度的未来性 所以在今天9.09分10.45元的时候 往来会通知会员下去买 不仅仅是因为Machine 它出了讯号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对公司的了解 所以我们知道有题材它要发酵 而且你要掌握住这个时机 当你看到今天威胜拉到涨停满 各位想一想 有什么事情是你要去烦恼的 如果这个盘它在跌 如果你的股票跟着跌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该买什么 或者呢 你开盘有看到威胜 结果呢 它就锁了 我相信 大家每天在看盘 你心里面的烦恼一定很多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知道该买什么 知道该卖什么 你知道在什么样的时机 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 要去做多 我跟大家说 那就没有什么烦恼的 连大盘指数呢 都可以不要去理它 对不对 而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的威胜拉到涨停满 这一根涨停满 出现之前 我娘代会员在9.09分 是直接去买股票 是在这里去买股票 2% 3%年了 那当时是要买股票 10.45元 买完股票拉到涨停满 这是不是呢 从低档起掌的第一根 是不是底部起掌的第一根 如果是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 我们的machine呢 是有用的 对不对 那你们再看这个地方 这就是呢 machine出发买讯的时候 它当时呢 所产生的一个讯号 所产生的一个箭头 这就是在今天 我能去买威胜的时候 而且呢 你们也可以发现 在过去一段时间 你们看过 我娘代会员 买过呢 包括像红辉 我娘代会员 买过包括像3041的杨智 我娘代会员 买过包含了像 4147的忠誉 今天当这些讯号产生的时候 我娘为什么会带会员 下去大买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 我们对股票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当你对股票 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当你对基本面 有了深度的认识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接下来呢 你就是要耐心的去等待 一个适合的买点 一个好的时机出现 对不对 那当时机出现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machine 他会告诉我 就像你今天所看到的 王娘在开盘9.09分 带会员去买的杨智 9.5分 股票拉到涨停满 其实我买的是这个威胜 王娘所买的威胜 9.09分下去买 9.5分就能够拉到涨停满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呢 如果你想做 它有足够的成交量 如果你想买 它有好的价位 对不对 如果你想赚 拉到涨停满的时候 我问各位 在今天 还有谁可以赚的 比我们还要更多 接下来你看到威胜 是起涨的第一根 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 看过王娘 在6月2号带会员去买杨智 15.7 这根是不是起涨的第一根 这后面呢 这后面呢 是没有再破底的哦 对不对 王娘在6月2号带会员买杨智 是买在15.7 这一波涨上来 涨到22块钱创新高 王娘带会员买红辉 6月14号买在16.1 买完之后呢 拉出了一根 两根 三根涨停满 然后也创新高 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盘在一万点 是个问题 对不对 可是对王娘来说呢 他完完全全不是问题 你会发现 王娘所做到的股票 每一支 每一支都能够买到 而且每一支呢 都能够赚到 所以如果这一波 你们错过了 王娘在16块2 6月2号 15块7 待会买的杨智 如果这一波 你们错过了 6月14号 16块1的红辉 如果这一波 王娘买 金星21块2 包括金财52块2 包括红杰科 64块7 包括台胜科 86块4 包括终域 189 如果你们都错过了 就算连今天的威胜 10.45 都没有买到 我跟各位说 没有关系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来电就有超级强势股 如果你想要 请你把握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来电就有超级强势股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大家正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今次上youtube应通财新台 人好时间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上到时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应通财新台频道 不管是 跟你安赖在一起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资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进行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资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